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百科节目 在南海这片波涛汹涌的水域中 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最近签署的两项新法律 旨在强化该国的海洋权益 但却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 中国外交部指责这些法律严重侵犯了其在南海的主权 并声明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 同时中国也公布了与菲律宾有争议的 斯卡伯勒礁基线地理坐标 这一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抗 自2012年中国控制该交以来 菲律宾渔民的进入受到限制 这使得双方的冲突时有发生 甚至中国海警对菲律宾船之师以水炮驱逐 在这场海洋主权的博弈中 国际法的裁决与各国的军事行动交织 使得南海的未来充满变数 无论是菲律宾的主权维护 还是中国的领土主张 这场角力将深刻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南海位于东南亚地处太平洋西部 是世界上最大的边缘海之一 面积大约为350万平方公里 其范围从中国南部沿海 一直延伸到印尼群岛 菲律宾以西和越南以东的海域 南海是全球最为重要的海上航道之一 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国际航运经过此地 连接了许多经济体 如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 与中东及欧洲 南海的地理特征 包括丰富多样的海洋环境 和复杂的地质构造 该海域不仅拥有广大的大陆架 还包括许多海盆、海沟和海岭 南海上分布着约200个岛屿 环礁、沙洲、礁石和浅滩 最著名的群岛有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 这些区域不仅在战略和航运上具有重要地位 同时也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南海地区的资源包括鱼业、石油和天然气 南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生物多样性的海域之一 鱼业资源丰富 对周边国家的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此外 南海还蕴藏着大量的油气资源 据估计该海域的石油储量可能达到230亿至300亿桶 天然气储量可能超过200万亿立方英尺 因此备受能源需求国的关注 近年来 南海成为国际政治和战略的热点区域 主要是因为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问题 多国宣称对南海的部分或全部海域拥有主权 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 这些主权宣誓常常导致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 一些国家通过军事演习和在争议区域内建立军事设施 来增强自己的主权主张 使得该地区的不稳定性持续增加 南海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 各国开始对该海域的岛屿和海域提出主权要求 二战后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南海的重要性逐渐上升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发现 各国对南海主权的争夺更加激烈 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确立为解决南海争端提供了法律框架 但由于各国对法律条款的解读存在分歧 争端依然未能妥善解决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以九段线为基础 这条线最早出现在1947年中国政府公布的地图上 覆盖了南海约90%的海域面积 这一主张遭到了其他声索国的反对 2016年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在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中裁定 中国的历史性权力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该裁决 并强调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 南海问题不仅涉及区域内各国 还影响到全球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 在南海问题上支持航行自由 并经常组织军事演习 抵制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行为 南海已成为美国 印太战略中的一部分 其目标是维护航道的开放和区域的稳定 近年来 南海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各国通过多边机制和对话平台 寻求合作与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 东盟 ASEAN在促进区域内 国家间的对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 中国和东盟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 尽管该准则的具体内容尚未最终敲定 但被视为减少冲突风险的重要步骤 尽管如此 南海问题依然复杂 涉及主权 领土 资源利用 以及大国战略利益等多重因素 未来南海局势的发展 将受到各国的战略选择 地区及国际安全形势 以及对话与合作意愿的影响 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对沿海国家重要 也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格局具有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在南海这片充满经波之的 最近又爆发了一场外交风波 仿佛是海浪拍打岩石般的冲击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上周五签署的两项新法律 触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 这无疑是给这片已经动荡不安的水域又加了一层浓浓的火药味 马克思的法律旨在明确菲律宾的海洋权益 设立海上航道和空中航线 意图为这片争议海域画下国界 然而 这一举动如同在斗牛场上挥舞红布 立即引来中国的怒火 中国外交部强调 这是对中国南海权益的严重侵犯 并重申其将不惜一切来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利益 这一来一往间南海的局势越加紧张 仿佛随时可能爆发出滔天巨浪 南海的主权问题 这个长期以来的癥结 似乎比流行音乐榜单上的热门歌曲换得还频繁 中国声称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多国所主张的海域拥有绝对主权 虽然2016年海牙长设仲裁法院驳回了这项主张 但中国一如既往的装作厅而不闻 继续在区域内强化控制 美国 这位南海主权问题的场外观众 则支持仲裁裁决 为菲律宾在谈判桌上增添了几分底气 然而 美国的介入就像是一杯掺了烈酒的汽水 让这场争议变得更加刺鼻且烫手 在这场主权的博弈中 黄岩岛成为了国际聚光灯下的焦点 仿佛它本身是一个迷你版的光阳剧场 中国将其称为黄岩岛 并在周日的声明中明确其领海基线 这不仅仅是主权的对决 还是与夜权的争夺 中国海警在这一地区的巡逻频繁 指责菲律宾军舰和飞机 侵入其水域和空域 双方在过去一年中的交锋 可谓是海上版的速度与激情 中国的海警在周日的声明中 指控菲律宾派遣军舰和警察舰艇 进入黄岩岛附近水域 并指责马尼拉在该地区 煽动非法捕捞 这番指控宛如一记辣椒水 洒在已有的紧张局势上 使得南海的局势更加不稳 中国在南海的问题上 不仅仅局限于口头上的严正抗议 还在法律上通过划定基线 来强化其主权主张 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 让菲律宾多了几分无奈 随着各方的角力 南海的局势如同一场无休止的追逐战 不确定性 一如随风摇曳的风标般 飘忽不定 各国在这一复杂局势中的每一个动作 都将继续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南海这片水域的未来 依旧充满了未知的变数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